是接下來我們把焦點轉到國際上 昨天到下午這個消息出來的時候 全球都會心一笑 蝸具跟英國首相的戰爭 這個比賽 結果蝸具贏了 這個直播當時40萬人來看的 這個蝸具比賽 本來不是還說我是個fighter 我不會下台嗎 他拒絕辭職 但最後在壓力底下 特拉斯還是宣布辭職下台了 那麼當再任45天被稱為史上最短命的英國首相 他到底做了什麼 但是他可以有什麼樣的待遇 反而成為現在英國人有點不甘心的原因 為什麼 雖然他只做45天 卻可以領終身的津貼 每年414萬台幣 如果是在台灣 大家覺得心情會不會不好 至少英國人心情就不好 英國人就說 如果我們幫你回顧你這段時間做了什麼 一張A4紙就講完了 就List完了 你還要給我領這麼久的錢 終身的新貼奉路 那麼天空新聞的編輯Alan 他的形容詞更是非常的幽默 他說我的兒子 他經歷了四位財政大臣 三位內政大臣 還有兩位首相 兩位君主 但是他多大 他才四個月大 各位朋友 所以這段時間所謂四個月大期間發生什麼事 Johnson走了 英國女王走了 特拉斯走了 甚至接下來有沒有可能 蘇格蘭也要拖英公投走了 大家就在問 大英國鞋怎麼了 這個40萬人 這個英國媒體的直播室上 最後蜗具取得了勝利 正在幫他開派對慶祝當中 但是任其被拿來跟蜗具比 成為全球笑話 我們大家聽起來 每個人都會心一笑 那麼典型的英國笑話 現在在全世界流傳 上了各世界各地的很多媒體的頭版 蜗具加上首相 所以特拉斯深陷自己製造的政治經濟危機 當然也讓英國整個國際上的笑話 成為一個再也回不去歷史上的一頁 而博彩業者甚至還在形容這件事情 特拉斯可能會成為自坎寧以來 最短命印象之後 當時的賠率是多少呢 12比1 所以頭1萬英鎊 可以拿回12萬英鎊 這個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 大家好像感覺比較有鑽頭的樣子 可以有點存活的空間 所以拜登怎麼看他的堅實的盟友 發生這樣的狀況呢 他說美英盟友關係永不改變 馬克宏說他難過啦 英國需要穩定 不穩定我們也不好談 很多事情怎麼辦呢 那俄羅斯當然幸災樂禍 當然因為當時這個特拉斯對俄國 非常強硬的發言人 哈羅瓦就說了 英國從來沒有出過這麼丟人的首相 世界會記得這位災難等級的首相 你看他戴著頭盔 站在這個坦克車上的畫面 印象非常深刻 俄國的前總統也說 瘋狂的特拉斯 因為最快摧毀國家金融系統 應該得到諾貝爾獎 而且不只他們攻擊批評特拉斯 因為三個警示的訊號 包括了英國的精英政治失敗 安格魯薩克遜的領導世界失敗 西方政治失敗了嗎 這是很多的檢討跟分析 其中連內部的財政大臣 當時亨特要下台的時候 也當著特拉斯裡面 撤銷所有政策 是被稱作英國式的改變 然後內政部大臣要下台的時候 辭職信裡面也暗示 特拉斯也該走人了 只找了他兩三天吧 沒幾天特拉斯也走了 等於是重判清理 民調又低到9% 不得不走的一個狀態 那麼美國呢 特拉斯下台之後的新人選是誰 現在是說 這個是我搭全球 我連今天看到CNN非常大的篇幅 在出現畫面上 就是這隻貓 Henry 這是英國的第一貓 稱為捕屬大臣 然後Johnson 在倍受歡迎程度 還比不上這隻貓 乾脆他來接算了 英國10月28號前就要投票了 再次的選出保守黨魁 其實如果是這隻貓 Larry說不定還比 Johnson票數高 問題是這個英國怎麼辦呢 英國首相救不了經濟閃電實質 美國呢 七中大選的考驗馬上要來了 這些盟國們大家都一樣 挫著蛋 選前的壓油價 不就也是為了選舉 讓民眾可以心裡舒服一點嗎 現在又再度的釋出戰備出油 承諾油價要降到70元 華爾街日報說 拜登別再說油價漲都是普清害的 就好像我們的農產品 美國的限制都是老共害的一樣的邏輯 而巴基斯坦的財務長 財長到美國去參加IMF年會的時候就說了 要買打折的俄羅斯油 所以對於美國想要控制其他國家 如何在油這件事情上 跟他站在同一邊 現在看起來的確是徒勞武功 所以我們在看到從英國開始 整個世界西方世界的新的秩序 一個秩序輸給我舉 是什麼樣一個現象呢 賴老師 一個老牌的內閣制的國家 英國現在臉丟到 讓全世界都在懷疑 目前的這種內閣制 台灣有一段時間 台灣有很多的政客 也都在台灣想推內閣制 因為總統制在拉丁美洲國家都失敗 目前美國的總統制也呈現出一個笑話 也就是說目前的美國的總統制 也造成了兩黨之間的惡鬥 鬥到不得已的地步 大家都對於總統制都搖頭 看到中南美洲的這種貪腐的情況 然後政變不停的情況也都搖頭 所以台灣有很多學者就說 我們應該學英國的內閣制 現在英國的內閣制也告訴全世界說 它是一個大笑話 而且它的笑話還不小 您看看這個大笑話 45天終身奉 400多萬台幣吃到死 真的 這個在台灣過去也發生過 台灣以前的部長 當過部長以後退下來以後 終身奉吃到死 可是後來因為陳水扁上來以後 部長換的速度太快 換的太快以後 台灣人民突然間說 你怎麼換的這麼快 然後每個人都拿中身奉 然後都吃到死 這不行 後來我們的政務官卸止條例修法了 現在英國也面臨同樣的問題 因為台灣都走過 而且台灣爛的都走過 現在還是一樣爛 不要以為台灣現在比較好 沒有一樣爛 因為台灣現在政黨惡鬥 然後還有族群惡鬥 還有內部的矛盾 然後還有就是言論不自由 新聞不自由 思想不自由 然後被網路還限卡限流 而且在台灣看電視 還不能直接看網路 因為還要翻牆 所以他不會下台 他們還要翻牆 所以你會覺得 這套制度 被神格化的制度 因為被神格化 所以不能挑戰 不能批評 所以不會完善 永遠不會完善 美國制度不會完善 英國制度不會完善 台灣的制度不會完善 為什麼 神格化了 不能挑戰 不能說不好 那英國現在出現了 被全世界嘲笑的事 可是問題是 一個國家的內閣 政府如此的不穩定 所以他現在只能維持 一個平常的運轉 也就是說 例如說生了孩子 去辦理戶籍登記 然後有人離開了人世 然後去辦理這個 只能維持日常的生活的運轉 這個政府是停擺的 為什麼 因為不能 因為現在又進入看守政府了 又進入看守政府的時代 所以國家的發生的 內外的重大的問題 都不能夠做任何的 心意的重大決策 對 不能夠任何重大的決策 因為我現在是看守了 我不能夠做重大的決策了 好 你想想看 強森已經搞亂了 然後在看守的時代的時候 就一直投票 一直投票 一直投票 因為英國的這個內閣制 他們的政黨的制度就規定 尤其是政黨的制度規定 如果有20個候選人 都想當首相 那就是每一天選投票一次 把最後一名的剃除外 所以要投19天 19天以後 那就只剩下兩個人 這兩個人在由他們保守黨的 這些黨員直接投票 人人有機會 對 所以是先間接投票 再轉向直接投票 轉向直接投票的時候 又是老白男來決定 所以目前蘇拉克 身亡第一 當初也是身亡第一 但是到了老白男投票的時候 對不起 我種族的歧視又來了 一對面孔 你長得黑黑的 長得不像我們英國人白白的 不行就不讓你 然後就找了這個 夠朗丸的 然後被逼供 被政變 被倒閣 應該他講是被政變的 因為本來他的黨規規定 保障一年 首相保障一年的任期 結果他被逼供 逼到不得不辭職下台 當初信誓旦旦 強硬的不得了 結果還是辭職下台 那問題就在於 下一屆的選舉 假設50個人選 那就要投49天的票 然後到最後的時候 就又兩個人 兩個人呢 即使聲望再高的蘇拉克 對不起 你還是落選 為什麼 因為還是我們這一群老白男 8萬多人 我就可以決定英國人的命運 我還是選給第二名 我討厭的 但是再怎麼樣他是白人純白人 然後還是讓他來當選 那這個人上來了以後 搞不好又是另外一個 又是另外一個 特拉斯不是特斯拉 差一個是差一個 另外一個蜗具 另外一個蜗具 所以我是覺得 這樣的一個政治體制 坦白說 真的是笑話一個 成功 好 我繼續 現在老師後面談 這個選舉制度論題 其實我覺得這個 CG做得很好的 說特拉斯這件辭職 三大警訊 第一個就是精英政治失敗 第一個安格魯薩克遜的世界失敗 第三個西方政治失敗 這三個失敗裡面暗示了我們一件事情 安格魯薩克遜的失敗的另外一頭 我們看另外一頭 中華文化五千年 可是中華文化以前沒有民主 到底怎麼一回事 這邊講精英政治跟西方政治 西方政治講的是什麼東西 講的就是民主 民主投票 問題出來 我們看看內閣是怎麼一回事 所謂的內閣閣員 都是被選出來的 在我們這邊叫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再去進入當所謂的部長 我們看看這個過程 一個會選舉的人 他有沒有行政經驗 不見得有 他適不適合當那個部長 不見得 不知道我們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內閣最大的問題 就是當任部長的 當任內閣的這些部長 他到底在資格上 OK我們不知道 民主是什麼東西 剛剛老師也提到總統制 得最多票的人權力最大 那這個人適不適合當總統 我們也不知道 那為什麼說我們要看看 中國的歷史 中國五千年的歷史裡面 從來沒有一天民主過 可是中國的歷史裡面 有兩樣東西很重要 一個叫考試權 一個監察權 什麼是考試權 換成現代的語言叫做 叫做什麼 叫做人力之源 就怎麼樣考選用一個人 怎麼考選訓用一個人 人才怎麼培育 所以呢我們中國的 中國一個朝代 換一個朝代 基本上我叫政黨輪替 對我來看 通常出問題 出來考試權跟監察權 有出問題 怎麼樣出問題呢 是皇帝 養成教有問題 因為考試權跟監察權 都皇帝沒有用 所以當皇帝的養成教 出問題的時候 就有可能讓考試權 跟監察權出問題 所以呢 我是蠻尊敬國父的 國父其實這五權的概念裡面 為什麼他特別把考試權 跟監察權拿出來 要好好的把它發揮 現在是還不OK 但是因為賴老師在節目裡 不斷地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民主政治有它的缺點 那我覺得它最大的缺點 就是民主投出來那個人 不見得合乎資格 那如果我們一個很好的考試制度 一個很好的監察制度 監察制度就打貪官污吏嘛 如果很好的考試制度 當我們去可以被選的人 也是合乎資格的人才會被選 那也許這個制度會更完善 那怎麼做 我也不是政治學專家了 但是我在這邊提出來就說 這個觀點 配合賴老師常常講的 民主制度不是那麼理想 內閣制也不是那麼理想 總統制也不是那麼理想 我們回頭看看我們 中國裡面的 考試監察制度 有沒有可能在 經過政治學者的研究 補強它 讓我們得到一個更好的政治制度 不過至少英國在民意反撲之下 就算首相本人一再的說 我不接受要求下台的請求 我拒絕辭職 可是因為民意反撲實在太大 發揮力量啦 他還是得辭職下台啊 朱大怎麼看呢 我覺得這樣看 英國果然是民主的老牌國家 他們有責任政治 台灣在這六年以來沒有責任政治 我覺得講的最直接就是 沒有任何人 因為他做錯的事情 要下台 高端出了這些問題 衛武部長有沒有下台 有啦 他們有選舉的啦 他是因為責任政治下台嗎 你造成了整個台灣的外交問題 我們已經連續斷交了很多國家 沒關係 你說這不歸你是因為 中共的問題 那好你出來解釋一下 你出來說一下 結果沒有 我們的外交部長 每天跟國防部長一樣 到處開戰 我們的陸委會 我們的海基會 形同斷訓 有沒有人要負責 有沒有人要負責 我們的農委會 雞蛋一路長到現在 都從國外進來 你的鳳梨世家 你的蓮霧 你的石斑 也都受到重創之後 沒 他死皮賴臉 賴在那邊 連他論文都被攻擊 有問題的時候 他還是不下台 為什麼 因為這樣子的統治者 在豢養是聽話的忠權 不是在任何負責任 有能力的官員 我講白一點 以前的中選會主委 敢去參加 單一候選人的活動嗎 怎麼敢 因為中選會的主委 必須要完全中立 李靖勇要不要去看一下 你當年為什麼要辭掉 民進黨的黨籍 因為你必須要中立 結果你現在跟我講說 沒有我去參加一下 他們的活動而已 我是以私人身分 或是地方選委會負責的 你到底有沒有一點尊嚴 更別提以前 促轉會後來變成政黨的打手 變成政府的打手 NCC的主委毫無科技能力 就是一個法律系畢業的人 到現在 靜電視出了問題 其他各地的播送系統 有沒有受到檢驗 也沒有 那結果我們有沒有任何一個官員 因為責任政治的關係 而下台 沒有 我們不要笑 特拉斯 因為我們的官員 比特拉斯還不如 我們的官員沒有廉恥 沒有責任 沒有負起責任的態度 王美花也是一樣 一個法律系畢業的跟我來搞什麼經濟 他之前講的 瘋瘋火火說我們要跟著抵制俄羅斯 我們天然氣一定能買到比俄羅斯更便宜的 買到了沒有 變得更貴 而且你還是買俄羅斯的 請問匠人合格嗎 他去美國談判 有沒有幫台積電 有沒有幫我國的高科技業爭取到更多的權益 沒有 到那邊就告訴你說我們一定跟美國配合 各位 談判一開始就談 怎麼跟你的對方 與談對象配合 我派人去幹嘛 我派一隻豬去就可以了 我派一隻豬進去 他至少在那邊咚咚咚 談完了還可以做成培根請大家吃 那你王美花去談了什麼東西 真心沒有的時候 現在的這些官員 每一個最擅長的能力就是上權辱國 割地賠款 我們的權益一直在消失 我講坦白的 剛前面有提到M60A3要掛反應裝甲 為什麼 因為M1A2不進來 M1A2為什麼不進來 因為美方覺得這不是不對稱作戰需要的武器 合約簽了他也不進來的時候 那你國防部長跟外交相關的單位有沒有坑一聲 沒有欸 我最後要講 還記不記得以前我們的政府 就是蔡英文政府剝奪了軍人的退休金 他說因為社會正義的關係 好我明白你當時是這樣講 可是現在為什麼招不滿兵 因為以前當兵是光中藥主捍衛國家 那你當你剝奪掉他退休金國家的承諾之後 這就是一個上下班打卡的工作 那請問我為什麼要為了一個上下班打卡的工作賣命 我值得嗎 你為什麼不派那些有罪人把流放到部隊裡面串了 現在你又不給他尊重 也不給他實質的好的退休金 我服役10年 欸法國外籍傭兵團 服役一定年限之後可以入法國籍欸 那我要在台灣當兵為什麼不去法國外籍傭兵團 我至少還換到一個法國的一個國籍欸 學很訓練的強度不一樣 那當然不一樣啊 可是我這樣講 你拿到的東西也不一樣啊 差很多好嗎 我講白了 你只要求人民的愛國心 卻不要求你政府給予適當的保障的時候 欸我愛國啊 結果你騙我打高端 我愛國啊 結果你把我的納稅錢花去買一個沒有國際認證的疫苗 你告訴我為什麼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他們為什麼那麼倒楣要愛國 你愛這個國家 但這個國家不愛你 所以英國做了一個示範喔 雖然首相輸給了蜗居 但至少民意產生了影響力 讓他就算不想下台也下台了 所以美國拜登總統他也擔心啊 其中選舉就要到了 而他擔心的取出了俄羅斯之外 抗中的基調 能不能對國內的選情有幫助呢 中共二十大已經進入尾聲了 被形容山羽欲來嗎 當然新的頭銜是給他習近平眾望所歸的人民領袖 毛澤東之後第一人 各種言必稱人民凸顯戰狼 不好意思 民族主義現在在中國 幾乎是已經是最主流中的主流 戰狼啊 就可以往更高的位階走嗎 這個是中央的策略 誰會接接下來總理 有人押寶說是 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啊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啊 經濟誰來接呢 被形容布隆布爾來研判 可能是何立峰 他是全國政協的副主席 川普時代在中方貿易的時候 談判手 如果他出現的話 意味著中國經濟會更傾向國家領導 中美的貿易交鋒當然就會更升級 而沒有互相談判或是妥協的空間嗎 習近平的二十大獲得加冕獨攬大權第三個任期囉 美歐呢齊變臉一起打出要對華強硬派 哇越講越硬 所以拒絕回應習近平第三任期的提問 白宮記者會上被問的時候 他是不回答的喔 當中這個中美的對抗 現在看起來好像沒有轉圜的空間 而尤其在皮尤民調裡頭 美國人呢其實不是那麼擔心習近平連任的 但是對於中國在軍事跟經濟的競爭上是更關注 七成一的美國人是把習近平連任對於美國認為是嚴重的問題 但是低於八成的人憂慮中美經濟的競爭 為什麼說習近平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的分析喔 為什麼會說他們認為習近平連任 其實對美國利益是相符合的 因為在中美挑戰更清晰之後 中國經濟前景會更黯淡 這個是華爾街日報他們的看法跟觀點 但是20大之後呢拜登挑戰來了 包括他們兩個人要不要見面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Swift交易系統的數據顯示 2022年1月以後 人民幣貨幣為王 美金是唯一的獨霸嗎 沒有喔人民幣的國際支付的份額再創了新高 那麼甚至這個作家是富爸爸窮爸爸的作者 他就在美國怒轟拜登摧毀了美國 為什麼 因為美聯一月他預估還會崩盤 美聯不但漲的情況之下 美元卻可能會造成國內更大的問題 包括高通膨會成為美國民眾首要關切 八成的民眾會給美國的經濟是差平的 甚至美聯的除賀皮書這個警告 更是很直接的告訴大家說 通膨還在高位 美國前景經濟上非常的悲觀 所以聯準會啦 聯儲啊 正在輸掉跟通膨的鬥爭嗎 尤其是打中國的科技戰 更會殺到自己國內的企業 為什麼 因為美國的降低通膨法 除了把盟友日韓 不是說惹怒而已 是他們很慘喔 可能會影響到所有其他這些盟友國家的利益之外 投資超過70億美元要打造的這個電池供應鏈 現在更產生很大的問題 因為中國電動車的電池啊 佔全球75百分比這麼高的比例耶 那美國現在要把它搶回來 這個份額怎麼奪得回來呢 才會說這個很多的報導是形容拜登是謀殺 用這個字眼來形容謀殺自家人 因為呢沒有了大陸的客戶會有多慘呢 其中這個柯林Research 柯林研發自家企業 它呢2023年預估啊 因為這個晶片法案會讓它損失多少 不是普通的少錢而已 是25億美元相當於台幣750億這麼高 所以當Bloomberg他們的報導說 美國考慮把量子運算啊 AI啊通通都納入圍 對於中國的科技限制定之下 衛報說美國對於中國的制裁範圍會 遠超過半導體業喔 要鞏固第五次的工業革命 數十年來經濟霸權的基礎 要把中國打回時代真的有辦法嗎 不要忘記過去太陽能產業造產業 雖然要打 現在呢顯然是剛好逆勢成長 跟美國預期的不一樣喔 那甚至現在是逼著中國 半導體業都要自己自主 成為一個更完整的供應鏈 有沒有打到啊 說不定只是對自己的傷害會更大呀 那老師怎麼看從二十大之後 整個中美的對抗 我的推斷跟美國的媒體的推斷完全相反喔 剛好完全相反喔 不管是華爾街啦 或是布林伯爾啦 所有的我的完全相反 原因很簡單 二十大以後中國大陸絕對會進入 中央的政局的超穩定的領導階段 因為習近平連第三任的時候啊 他的領導地位其實已經是媲美於 毛澤東到鄧小平了 所以他們的路線也都出來了 因為在習近平的報告裡面 也已經確定了中國大陸的發展的道路 就是中國式的現代化 這條路已經定了 排版定案了 因為二十大全國人民黨代表 他是一個具有高度權威性的 高度合法性的一個會議 這個會議審查批准通過之後的 這些重大的一個決議案或是報告 就會成為他們的指導方針 歷史文獻 而且會走相當長的時間 因為中國式的現代化 不是短的路線是長的 那他們已經目標先看就是15年 再看2049年 就是我們講的雙百的第二個百年 那也就是說已經看到30年的 這樣的一個大計劃 然後再把這個30年計劃往內縮 就是以五年的經濟計劃作為一個旋轉 那一個超穩定的政治結構 在開始執行他們的路線 然後制定出各種經濟計劃的時候 我看到習近平的講話中 環繞兩個核心 第一個核心就是科技 也就是當他們面對美國的科技打壓 科技制裁 科技限縮的這個情形下的時候 他談了40幾次跟科技有關 那跟科技有關 那當然就跟人才跟教育有關 很明顯的他的戰略配套措施也出來了 網羅世界各國的人才 這個部分就代表他會重心去挖腳 把全世界頂尖的人才 用非常高的待遇把它吸收進來 第二個把高等教育 也就是他們的這種人才培訓的教育 把它優先拉到一個很高的層次 這個一鋪陳很明白的就這樣走了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會進入這個階段 那相對來講呢 美國的其中選舉如果民主黨選不好 那拜登就進入剖腳了 一個進入剖腳的美國的中央的領導階層 面對國會的干擾 它是一個超不穩定的政治時代 所以未來兩年美國會進入超不穩定 那再來就是美國的總統大選 你知道美國總統大選等於是中央政府 就是聯邦政府沒有什麼偉大事做了 因為都在選舉了 所以你可以看出美國的行政效率 政治決策效率一定會更差 最後一個我講到貨幣 這一次日元的扁破150塊 對這兩天又扁得很誇張 對我覺得扁破這150塊 會對於日幣的避險工具 國際化會受到重大的影響 英鎊的重貶也會受到重大的影響 歐元的重貶也會受到重大的影響 也就是說本來國際貨幣排第一名的是美元 第二名的是歐元第三名的是人民幣 或者是英鎊然後日元再到人民幣排第五名 可是我覺得由於這一次的三個國際貨幣的避險能力功能 喪失甚至受到重創 很多的國家或者很多的基金 或者很多的國家的主權的基金 他們在避險的貨幣這個部分裡面 我覺得人民幣的份額絕對會增大 所以人民幣在未來的份額 你看已經它開始出現 人民幣的市場的排名 一直在往前堆的情形下的時候 我覺得在這一次中 尤其是日元跟英鎊還有歐元的重挫 這個我覺得可能會重新起牌 當人民幣成為國際間的份額越大的一個 一個國際主流貨幣之一的時候 它的影響力當然會更大 不過很有意思 英鎊因為這個首相實時 其實匯率沒有什麼波動 差不多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來提北新聞大白話 20大之後 中美的對抗又是什麼基調呢 所有的科技制裁 或是晶片法案都要更緊縮了嗎 竟然談晶片法案 我就是談晶片法案 美國這次對中國大陸在晶片上面的制裁 它的重點是放在所謂的先進製程 我們把先進製程做個定義 14奈米以下叫先進製程 為什麼對這個先進製程要特別做制裁呢 是因為美國認為 這種晶片它的速度快 它的體積小 如果用在這邊的AI 量子科技 或者 軍事上 太空上 會阻礙美國跟中國大陸競爭的力道 可是有一件事情 對於所謂的成熟製程 美國這次是沒有制裁的 為什麼 因為它制裁也沒有用 中國大陸本身已經到了一個基礎 還有一個數據我想給觀眾朋友做個參考 中國大陸目前對於晶片的需求 它自己國內就是中國大陸內部的產能 只有20% 換句話還需要大量的外銷進來 這百分之我還特別看的數據 包括三星海力士在中國大陸生產 都算在那20%裡面 所以它還需要大量的進口 包括台灣的進口去中國大陸 也就是說 美國這次制裁的結果 對成熟晶片的部分 其實中國大陸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也許從此會跟美國斷內 脫鉤 對 也說不定 好 那我們現在講先進製程的部分 他一開始的時候是說 最早的時候我們聽到說 他用EDA 就是設計軟體 設計軟體如果是用來做先進製程的 我就不給你中國大陸用 一開始用這一招 其實這一招很有用 後來他現在第二招出來了 就限制什麼呢 限制說如果這個設備 是用來做先進製程的 或者這個美國 具有美國籍的人 去對這些設備提供服務的 不可以 對先進製程的不可以 我先講一下 第一次到第二次 今天我們要去商一個人 要去掐他脖子 卡他脖子 如果第一次成功 需不需要搞第二次 好像不需要 顯然第一次沒有成功 就掛了 第一次沒有成功 我現在先告訴美國 還有第三招 第三招 如果第二招不成功 第三招 第三招是什麼 是原料 就是先進製程的原料 現在美國還沒有下手 那我們看他如果有第三招出來 就表示第二招又不成功了 好 我們現在看現在這個結構 在這樣子狀況之下的話 他第二招到底會不會成功 這邊講會先商到美國自己 怎麼講呢 他們先進製程的設備 當然ASML是這個主要 光科技的主要供應商 就還有別的東西 對這些美國大公司而言 他們主要 歡迎回來提配新聞大白話 所以在中美這個對抗的基調裡頭 各種科技產業的產品或企業 都是首當其衷的受害啊 我覺得美方這一次的制裁 的確是很大範圍很廣泛 可是有一個問題 他的損害管制跟評估有沒有做好 因為任何的制裁都會有反作用力 觀眾朋友平安歡迎收看第一輩子新聞大白話 我是王淺秋 首先介紹這一節加入我們的來賓 第一位是前雄三飛彈總工程師 張誠總工 淺秋好 大家好 國際戰略學者賴與錢教授 主持人好跟朋友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朱學恒朱大 各位大家好 來看看我們官員改口 現在好像是稀鬆平常了嗎 連疫苗這種專業的科學的議題 都可以說法不一樣 指揮中心被形容是不是 打臉自己因為高端 這件事情 打了這麼久的高端 百萬人的人口 現在被說要補打方案 全部從頭再來 專家都說 等於是在宣告疫苗 當初打的根本無效 從頭再來 等同宣告無效的結果之後 還要花人民的錢 繼續善後擦屁股嗎 而當初曾經大力宣傳 這個疫苗好啊 這個疫苗棒啊 大家要一起去打高端的 李秉穎ACIP的召集人 他現在說法改變了 他上節目的時候 居然公開的說高端都沒有發生事情 他才先質疑 所謂無效這個說法 但是他也改口了 他說聽說高端的相關的數據 品質都不太好 所以月底EUA會不會被撤銷這件事情 他好像下了一個註解 是不是要轉彎法夾彎了呢 是不是責任高端真的要扛起來 而不是指揮中心 或者是相關的文官制度扛了呢 還有一件事情讓大家印象深刻 去年10月份的時候 王浩宇啊 浩宇啊 你真的太不用太不擔心的嗎 現在這些話通通回到了大家 來檢驗的一個標準 他當時說 欸佩琪你真的不用擔心高端賣不掉 他是跟當然柯P的太太喊話的啦 因為呢 他相信世界各國的訂單會接到手軟 剩下就是產能的問題 高端全世界都要搶 訂單搶到手軟 結果呢 欸現在不是說沒有國際認證 現在呢 他說因為啊 先搶單啊 如何如何 現在在解釋被大家笑的時候 他就說是因為政治因素 所以才害的高端沒辦法過 WHO我們不是會員國 才會出問題 現在通通怪給WHO了 而所有的保護力 連自己李秉穎都說 數據不太好看 品質不好 那當初叫大家打的這些人 現在到底怎麼面對民眾呢 還有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有一個人也改口了 他叫做陳明通 陳明通他當初曾經說過喔 無論如何 台灣在蔡總統的任內 是不會有戰爭 兩岸不會開打的 而現在呢 看看他怎麼說 然後你沒有去做2023的因應 還是說2023的因應 還是說2023的因應 就已經出來了 比較可能是一戰逼彈啦 比如說這個 透過Baket這種方式 我們沒有忘記 他在3月28號的時候講 蔡總統的任內 對岸不會武力攻台 還有10月12號的時候 他講 中共不會做登島戰役 都是叫大家安心的意思 打安心牌 現在直接 哇選舉腳步越來越近了 直接改口說 2023年 中共就可能 以戰逼彈了嗎 那麼以他的這 國安情治單位 投的這個身份 號稱 嫌守兩岸關係 現在這樣的談話 是不是會讓人質疑呢 甚至是不是為了 抗中保台選舉的氛圍 再鋪路啊 而這些所有的意見 讓大家就很擔心啦 好吧 那如果真的 要有這樣子的風險 跟危機存在 當然他既然說武力攻台啊 中國大陸是沒有贏的可能啊 真的是這樣嗎 那我們來解釁一下 我們台灣目前的軍備狀況如何呢 曾包括了這個花72億 現在要幫M60A3的戰車 換一些設備 為什麼 因為如果沒有換 推估如果解放軍 解放軍強行登陸的話 會造成這個所謂的 兩棲突襲炮車 會對反裝甲能力 產生很大的衝擊 甚至沒有保護的能力 還會恐怕成為共軍的火把 所以要趕緊把這個裝備 重新更新啊 做得怎麼樣 現在都還在進行當中啊 那麼同時在軍援的部分 更是一大考驗 我們的這個真兵制要不要延長 現在不知道 但我們改成募兵之後 募兵制現在成果如何 國防部人事次長說 今年目標1.8萬人 可是只募到了9747人 當然他說 哎呀是因為疫情等等的關係 可是軍官說其實 兩岸軍事風險升高 讓我們的募兵人數 年輕人更不願意去當兵了嗎 立法院質詢裡面 立委問陳明彤 他說啊為什麼會這樣 支援一幕這麼少人 他說國防部給的招募點太少 擺攤擺太少了啦 廣告太少造成的 真的是這樣嗎 這些官員對於 站在自己專業上面所講出來的話 是不是憑著良心呢 而國防部長公開的講 兵役準備要延長為一年囉 但什麼時候開始不知道 但是義務役的薪資怎麼算 最低要採 生活費一個月一萬五啦 就可以活了嗎 就問主機處囉 主機長朱澤民問他說 這個一萬五一個月 給人家這個基本的薪資 可以接受嗎 他說可以啦 可以生活差不多 大家就笑啦 因為這位主機長過去他認為 蚵仔麵線只有20塊 在這樣的世界裡這樣的算法 一萬五可以活啦 但真正的義務役是你欠國家 不是國家欠你 有沒有辦法活呢 大家心裡有數啊 主黨 我覺得要先這樣講 其實重點不是政治 而是高端自始至終 都沒有符合科學要求 你沒有完整的做完所有的 科學實驗的時候 實證醫學是在科學界 無人可以挑戰的天條 你就是要實驗 你就是要人體實驗 然後讓大家明白 這是一個世界的共通語言 不會因為你民進黨的政治宣傳 不會因為你衛福部的違背實證醫學 而就會獲得人家認可 也許你在台灣你可以欺上瞞下 你可以一時間騙過所有人 但你不可能永遠騙過全世界 高端現在的問題就是拼抗嘛 那你今天拼抗了之後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 那些因為相信你的宣傳 相信當年的周玉寇跟李秉儀 因而打了高端的人 你對得起他們嗎 他們是相信你政府的背書 他們是寧願違背科學證據 也要因為你而打高端 更別提因為你衛福部的錯誤政策 要求我隨便舉例 要求你是廚房的火頭 就是你要在那邊煮菜的廚工 或是你是健身房的健身教練 跟工作人員 你一定要打滿三劑 而且他們很多都是很年輕 18到35歲 那個時候他們沒有國際疫苗 可以打 完全沒有時候 他要上班怎麼辦 你賠他錢嗎 所以他只好被迫打了高端 坦白講 這些因為自己的政治利益 扭曲科學的人 真是萬死不辭 因為你讓他打了三劑高端之後 他接下來要符合世界的標準 要打三劑國際認可疫苗 他要再打三劑國際疫苗 而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打了六劑疫苗 滿滿的疫苗 他打了三劑高端之後 再要補另外三劑的時候 請問你要用什麼跟他保證 他的身體不會出狀況 他的免疫不會過度 因為這完全沒有科學背景跟依據 我們講的直接一點 現在的政府是把人民當敵人在騙 他所有的東西都是為了欺敵 左欺敵右欺敵前方再欺敵 請問人民何估 人民缴了稅被你當敵人在騙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什麼時候說真話 打了高端 有沒有因為高端的副作用 而有人民的傷亡 有啊 但是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不顧科學的人 到處跟你宣傳說 副作用最小 效果最好 連陳建仁打了安慰劑都跟你講 我覺得沒有問題的時候 請問你們有把人民放在心裡嗎 你們有把人民的福祉 放在你的心中嗎 你都沒有的時候 你怎麼有臉跟民眾講說 到時候如果你還是確診的話 你不能投票 你知道這個國家跟這個政府 已經嚴重到 他絲毫不顧憲法裡面 有明文規定 人民有選舉的權利 他隨便拿一個 這個流行病傳染法 這個東西 就拿來蓋過了你的選舉權 對不起 這實在太可恥了 選舉權 選舉創制覆決 是人民至高無上的權利 如果他確診了 你要配合他 衛福部要給我想出辦法來 讓他們可以投票 連犯罪者都可以投 除非你此奪公權 而且此奪公權 你還是可以投票 你只是不能選公職 但我國的政府可以這麼的無知 騙天騙地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我認為你染病了 就不能投票 請問染病的人 比犯罪者的人權還要低下嗎 我講白了 你一招不遵守科學 科學就會反撲 你只是讓你的人民暴露在不合規 不合科學的疫苗之下 然後你還要剝奪他的投票權 我真心覺得這個政府太過分了 高端的事情不只是預算 還有人民健康的問題 其實兩岸也一樣 陳明通也改口了 兩岸之間不是應該要盡量的促成和平的對話 可是連我們國安局長都對於兩岸的關係 不停地改成新的說法 這代表了我們的國安還有兩岸的系統 到底也出了什麼問題呢 我高度懷疑我們的國安局局長 是不是跟著美國走 美國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他親口說 他說他沒有看到大陸有想用武力 來統一台灣來攻打台灣的企圖 那個時候美國的國防部部長 公開的強調說沒有這個企圖 沒有這個跡象沒有這個情報 他是從軍事安全專業的角度 美國的國防部部長這麼說 陳明通師父也就跟著說了 我們只是覺得 因為陳明通在前段時間的態度就是 大陸沒有要攻打台灣 我們看不出大陸有要攻打台灣 不是他自己的看法是一致就好 可是問題是當美國的國務卿他的論調 可是國務卿是管外交 他跟軍事安全不是他的專業 他說大陸已經把攻台已經提上 實稱表了 實稱表了 越來越緊迫 馬上要改變了 好 把拉得這麼緊張的情境下 而且到處講 陳明通改變了 改變了說大陸很有可能 有可能 而且要以戰逼談 不是 陳明通是以戰逼降 你弄錯了 你怎麼可能打了以後還要跟你談 打了以後就是要你投降 哪有說打了以後還要你談 這一點你是主管安全的 也告訴我們大家 這個已經不是在談 而是在降跟不降的問題 我講一下高端李秉儀這次的一個焦點 我覺得很有趣 李秉儀他承認 他說他沒有看到高端的詳細的數據 連他都沒有看到 對 他說他沒有看到 可是他是學科學的 而且他在台大醫院的時候 他是這方面的專家 而且還是權威 你學科學的 你是這方面的權威 你現在在這個部門裡面服務 你為什麼不看 你已經可以看得到 你也絕對想看就可以看得到 你為什麼不看 你不看 所以你沒有任何資料 你一個學科學人 沒有任何數據 沒有任何資料 你不能夠說高端有效 你也不能夠說高端無效 所以你也不能否認高端無效 也就是說這個是一個很基本的 一個科學的態度 學橫是學科學的 我想他們一定很清楚 一定根據理論學理 一定根據數據來說話 那你沒有看過資料的時候 你怎麼能說他有效 你也不能說他無效 你也不能否認他無效 我想這是一個 學科學人的基本的態度 可是他說 打了高端以後都沒事情 所以我們也不能說他無效 都沒事跟無效沒關係 我打了葡萄水也不會有效 也不會有問題 這跟有效無效沒關係 有效無效是能不能防得住 這個病毒 但是問題就是這個人可以 學科學人可以這麼講話 沒有邏輯 這個坦白說 是讓我真的是有點驚訝 也就是說 一個學這個領域的人 怎麼可以是這樣子的態度 來面對大眾呢 總共怎麼看呢 那陳明通我們的國安局長說 如果中共武力攻台 是沒有贏的可能的 以我目前包括軍備 包括後面的人力 還有軍人的訓練 您覺得呢 我先補充一下這個 沒有A3戰車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新聞可能 講的不夠 英文叫precisely 我們這樣講 戰場上的科技變化是有的 所以我舉個例子講 在俄乌戰爭上的時候 我們看到俄羅斯的T9輛戰車 在戰場上面 有加了一個叫做 複合防護專家 複合這個 掛在外面 掛在外面 這什麼意思 這個在講的就是說 其實俄羅斯也知道 他們那個時代 什麼叫九兩 1992年出來的戰車叫九兩 那個時代出來的戰車 可能對現在的炮彈 也可能仿專家 就看到這個 有那個複合裝甲在外面 可能抵擋不住 所以你要把戰車丟掉嗎 也沒有道理吧 所以我現在用複 我現在用新的科技做個複合裝甲來做 蓋起來 蓋起來 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才解決問題 所以這個新聞可能 那不是換新啊 那不是換新 換裝甲 把覆蓋 對對對 那我講一下兵役的問題 兵役的問題其實 從今天講科學嘛 對我來講 兵役只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呢 我訓練出來的兵 或者戰士 在戰場上他有信心 什麼樣的信心 他可以生存的信心 他可以完成任務的信心 所以訓練是最重要的 那一期到底該多長 現在四個月的所謂 軍事訓練役答案是不夠的 為什麼 因為結果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 我兒子又是軍事訓練役 我就問他說你打過幾次吧 他說兩次 一次幾個六發 我說那不用談 他說可是我拿到合格步槍兵的證書 我說那是發給你的 不代表你在戰場上有生存的信心 這個很重要 當我有生存的信心之後 我才可能去完成任務 所以兵役到底有多長 我覺得先不要講一年兩年 我們先檢討一下 在現在的戰場下 到底怎麼樣的長度 我可以訓練出一個 在戰場上有信心的軍隊 好接著我們軍中講打裝邊訓 我們到底要打什麼仗 以前我還在軍中的時候 我們在談的是最後一仗 就是我們從源頭打擊 到極敵於半渡 到兼敵於攤頭 戰爭結束 兼敵於攤頭 最近有人提出國土防衛戰 好如果要談國土防衛戰 我們的編制是什麼 我們的訓練該什麼 如果這個東西沒有全盤檢討 就聽著美國的爸爸的話 就馬上延長這一年 對我來講不科學 不完整 所以我們到底要真兵制 要募兵制 真的需要募兵制 為什麼很多的科技兵種 一年不夠 需要長期服役 長時間 我舉個例子 海軍的艦艇兵 輪機兵一年真的不夠 真的是不夠 真的需要長期服役 那個需要用真兵 三年半或者四年的志願役 才可以 所以今天討論這個問題 我的建議 還是回到科學面來談 不要用政治語言來bargain 你要一零兩年 那個一點都沒有解決問題